反击傅天颖,扶正小三,说陈子强写满三张直打脸。 陈子强与傅天颖离婚五年依旧纠葛不断,日前传出陈子强将在明年再婚去舞者陈以仁惹怒前妻傅天颖,17日在脸书开炮,有为陈先生要娶当初破坏家庭的元凶小三陈小三了,还说想把儿子带回去一起共同生活。 直指陈以仁就是介入两人婚姻的第三者,并痛斥陈子强当初没争取小孩,等到孩子大了就想带走。 左,陈子强打破陈默,透过律师声明反击前妻批他,只为发泄个人情绪,以严重伤害自己与明华元的名誉。 陈子强忍了二天,在脸书爆出律师声明反击傅天颖的指控,他先澄清日前于公益活动后接受访问时,表达有想结婚但婚期未定。 但无舍定特别目的对象,本人与傅天颖小姐已经离婚,离婚后各自婚嫁以后不相干,他还痛批傅天颖有意误导大众认为自己被弃小孩。 当年未避免监护圈诉讼影响小天子生活与对父母的观感,不同意共同监护且小天子与傅小姐共同生活,并无没要争小孩之情。 此外,陈子强也指负天颖的,你们没有把人当人看?374妾怪我当初真的瞎了灯话以严重伤害民华元家族的名声,警告他误在乱讲,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。